来 杨大人 浅纯 帮您检查一下 看来伤势不是太严重啊 杨大人 您说您这又是何必呢 痛痛快快地说了 也落个痛痛快快地死 显纯再问您一次 杨大人 雄庭壁是如何给您行贿的 世上没有行贿的雄庭壁 更没有烧贿的杨廉 看来 杨大人还是底气十足啊 说明显纯做得还不够好 大人 所有的刑具都已经用过了 恐怕再无形可用 诏狱里无形可用 说出去岂不是让天下人耻笑 那就从头再用一遍 再用一遍 左大人 隔壁那些死囚已是筋骨禁断 全身上下没有一片好肉 聪明的话就赶紧说 身上没有行贿的雄庭壁 更没有受惠的杨怜 此次锦州一役多亏众伟兄弟能够上下同心 才会有了今天的胜利 当然了 金大人的火炮也起了决定性作用 一定要重重加伤 齐宗惭愧 开战之时不曾想会有火炮炸弹 还误伤了将军 幸亏将军当机立断 一勇取胜 恐怕齐宗领的就不是功 而是罪了 此一战让重换明白 想要巨城退敌 彻底打败剑州骑兵 就必须移己之长 攻敌之短 建州骑兵善于千里奔袭 而短处恰恰就是很容易脱离防护 只要咱们善用火炮 我说手一成 自此之后 怕是锦州以南 进阶可守 将军所说甚为有力 而且朝廷勾制的红衣大炮 不日就能到达锦州前行 相信那时 形势更是大好 仅凭紧门子炮仗 就能把仗打赢了 这炮仗有准没准啊 倘若再战 我们怎么办 若是这炮仗都这般能耐了 还要我练的什么骑兵啊 都扛着炮 直接轰到他诺尔哈赤的老家 不就一了百了了吗 祖将军 这次打胜仗 你的功劳可真是不小啊 若不是他送来那三千骑兵压阵 就算是把锦州城所有的城砖 全换成炮口 恐怕也守不住啊 是啊 祖将军 大功一谢呢 我祖大寿是小家子气吗 难道我是在邀功啊 袁将军 祖将军的意思 末将甚为明了 把一颗大炮守城作为防御重点 此等做法 末将也不敢苟头 你来说一说 为何不同 敌我攻守之间 拼的就是争勇刀狠 出其不意 剑州军的机动性极强 可咱们的火炮架设起来 不仅费时费力 而且炮口相对固定 不能上下左右移动 这就无疑暴露了诸多的弊端 至于今日取胜 那纯属侥幸 倘若日后 剑州军明白过来 再次进攻时 避开炮口的角度 不在火炮射程范围之内 那我军又该如何取胜呢 再说 今日火炮炸了糖 这谁又敢保证 明日他就不会再炸呢 万须慎重啊 袁将军 对嘛 我就是这意思嘛 满贵将军所说的不无道理 至于将军所说的问题 正是启宗接下来相表明的 朝廷购置的红衣大炮 完全克服了炮口 不能上下左右而动的笨重 这一点满贵将军大可放心 至于炸糖的问题 处在炮体的工艺和材料之上 只要稍加改动 启宗相信 定不会再出差池 还是再谨慎些好 以火炮守城 是新战法 新思路 我等应当破旧立新 勇于接受才是 又怎可阴夜费时呢 袁大哥 袁大哥 听说你受伤了 伤哪儿了 怎么伤的 灵溪姐姐 你都不知道 当时有多危险 火炮炸糖了 炸的 胡说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报 急变袁将军 金内孙大人引回山海关 锦州那边局势怎么样啊 一切无恙 真是 自去京城 是不是不随人意啊 谋事在人 俘获犹天吧 要不是重唤一时冲动 杀了贪官杜盈奎 也不至于牵动朝廷 惹出如此大的祸 同时 还牵累了恩师 本阁倒觉得你杀得好 如果再无一人 为天下 只谋事不谋人 只谋国不谋身 那则是真的超纲坍塌 设计为难啊 重唤 你不要担心我 明天赶紧回去吧 锦州宁远那边 还有好多事等着你呢 重唤真的不明白了 为什么换民心于天下 就那么难 通过这件事 本阁也明白了 老天给大明留的时间 不多了 给你我留的时间 也不多了 与其在这里 戚戚爱爱 还不如振作当下 为朝廷 为百姓 做些实事 傅函 傅函 二臣不知傅函驾到 还请傅函 恕罪 你的兄弟 正装待发 要前去围猎捕熊 你一个人待在这儿 还要告假 难道要把本寒的将领 当作耳蓬锋吗 二臣 二臣不敢 二臣刚遭遇战败 而且 身受炮伤 也没连接傅函 跟那三位兄弟 难道 是我奴儿哈赤的儿子 被那明廷的炮火 吓怕了吗 你还在这儿喝酒呢 你想让他消磨掉 你的意志 是不是 想让他阻断 我们女真人 前进的步伐吗 如果熊鹰 折断了自己的翅膀 那他就失去了 活着的意义 二臣 还请傅函恕罪 此次烈袖 二臣告假 看来明廷的猎炮 不但炸伤了你的肉体 也炸破了你的狗胆 怕死的东西 傅函 傅函 儿臣此次遭遇战败 要损命折将这么多人 儿臣哪有严命去戒你 去戒那三位兄弟啊 温寒 二十五岁 以十三府遗家起兵之际 立即磨难 生恨累累 要是按照你的意思 温寒是不是 早该罪该万死 去见列祖列宗了 傅函 我儿臣不是那个意思 那就好 我要你给温寒记住 我们建州铁骑打仗 靠的是勇往无前 战乎不上的勇气 只要你今天 开得了宫 上得了马 我们女神组 就没有对付不了的敌人 莫说她锦州城内的猎炮 就此她娘的 每刻砖每道墙 都是铁柱的 咱们建州铁骑 照样可以打破她 儿臣谨记 傅函教诲 好 我早就知道 你不是个闹种 起来吧 傅函 大哥 马都给你备好了 快上马吧 大哥 你的弓 还有你的剑 也都备好了 大哥 从小咱就一起猎雄 这次 怎么能少了你呢 快来吧 是啊 黑家子 就等着你呢 哈哈哈哈 来 哈哈哈哈 去吧 去 大哥 上马吧 哈哈哈哈 驾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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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简直见过千岁爷爷 怎么样啊 杨左之流 罪证拿到了没有啊 回千岁爷爷的话 杨左等人 被孩儿在监狱里 拷打数月 却誓死不肯低头 罪证 还未到手 咱家看哪 这挨打的人不累 都把打人的累得够呛 你瞧瞧 这俩眼珠子熬的 快着快着 快让咱家看看 谢千岁爷爷挂念 不吃台阵的东西 好了这么些日子 咱家也烦了 本来是想 让咱家这些仇人 死得痛快点 既然不识台阵 那就随他的便吧 千岁爷爷的意思是 也是怨咱家呀 这个脑子忒轴 其实你说这赵狱里头 死个个把人 那不就是不大不小 不疼不痒的事吗 赖咱家呀 到今儿个才想起来 委屈了咱家那些仇人 让他们白白的 受了这么些日子的罪 显纯明白 速射这就去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杨大人 杨大人 真的不想说点什么 仔细检查房间的每个角落 别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是 大人慢走 大人慢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杨大人 杨大人 逝去的各为英灵 生当做人杰 死亦为贵雄 这些事我要好好留着 我们只是何缘与人 大笑大笑 魂大笑 刀看东方 与我何有在 皇上 逆臣 杨连 左光斗 都已认罪扶诸 这是他们交代的受贿的数额 还有通党的名单 帮皇上过目 朕知道了 放在御厨房的案头就行 是 怎么了 逞臣 还有事啊 皇上 这名单当中还有一人 老奴说了 怕皇上不高兴啊 什么人啊 辽东经略 孙大人 老师又怎么了 据逆臣杨连交代 孙大人在辽东经略的任上 与他暗通款取 做了不少肮脏的交易 这 这老奴也不信啊 不信 便不要再提了 可是皇上 不提不成啊 据逆臣杨连交代 这孙大人 这隆共是 受了十三次的会 头一回是收了熊廷帝 熊大人两万两银子 这二一回呢 是收了杜英葵 杜大人三万两银子 这第三回啊 怎么都是死人的钱呢 这 这可说是 要不是老奴 审出来 恐怕是石沉大海啊 这孙大人的罪 恩师带朕 如父如母 切莫说他没他 就是贪了 又如何 还有 恩师镇上 要是出了什么事 朕 哪里试问 恩 师伯 零儿想不通 为什么杨伯伯 左伯伯那么好的人 人谁无死 为国家而死 是大中大义的事情 你杨伯伯和左伯伯 是为了读书人的骨气 为了先贤的道徒 为了这个国家的正义而死的 我们应该为他们感到自豪 可是零儿觉得他们死得太冤了 零儿替他们感到委屈 当下蒙愿 终究势必沉渊得雪的 而彰显天下 私人已逝 生者如私 世伯和千千万万的天下人 当尽心为这个国家做事 为天下生民谋福 这才能告慰 你杨伯伯和左伯伯的在天之灵 现在我最担心的是重换呢 也不知他得知这个噩耗之后 会作何感想 我现在终于感同神兽了 先生当初为何辞官不作 重换自上任以来 上对得起朝廷 下对得起宁远的百姓 每日如履无病 整肃贪腐 可结果呢 忠臣枉死 恩时孤礼无援 难道 我袁重换想做一件事情 就那么难吗 将军对本职说的话 本职忘不了 本职追随之时 将军是如何说的 本职难忍一时之气 放纵虚度多年 直到遇到将军 才找回那个充满热血的年轻自己 将军对本职说的话 将军忘了吗 我当然没有忘 我不杀伯仁 伯仁却因我而死 能让我重换心里不疼吗 国家危难存亡之际 将军身为将士 许挺身而出 有死无生 去捍卫那些自己不认识 或许永远也不会认识的 普通百姓 我为之奋斗一生 无论对方是否知道 是否理解 坚信 无论经过多少黑暗和苦难 他传说了无数次 失望了无数回 却始终未见的太平盛世 终究回来 连将军又何尝不是如此啊 五年复辽至艰难嫌疑 亦不亚一次 将军怎么能此时心声摇摆 面声退役 将军若是如此 莫说对不起阳公 左公在天之灵 熊老将军的阴魂 亦是难安 先生骂得对 骂得好啊 若再与崇环发火 发怒失智时 还望先生随时劝谨 除环 谢过先生 怎么样 是不是像上回一样 在皇上那儿碰了一鼻子灰呀 我早就跟你说过 孙老儿啊 没那么简单 皇上听他的 别看你有吹耳边风的本事 可你搬不到孙老儿 你要想对付他 功夫不能用在京师里头 功夫要用在孙老儿带的地方 今儿晚上 我就不在你这儿待了 我也没说要留你呀 二人 可查清满贵将军大军动向了 回禀经了 孙大人 已经探查清楚了 满贵将军率军三千 去了锦州以北的一线天 一线天 他为何不得本阁将领 便擅自调动大军 这一线天 去锦州城超过百里 必是险要 如此孤军深入 他到底要干什么 满贵将军好像查到了一个消息 说是皇太极的大军 驻扎在一线天附近 且兵部满三百人 当地的辽民说 只要朝廷兵马穿过一线天 便即刻暴动响应 揭竿而起 满贵将军这才并未请命 便积极行军 怎么 这种情报 他也敢相信 那一线天 据努尔哈赤大军不足百里 一旦惊动不为 那 那后宫不堪设想啊 满贵大军 走了多少时间了 小德回来时 大军已出锦州 半日时间 这场仗是打给孙哥老看的 也是打给京师的魏公公看的 朝局如此 人人自危 我满贵再不谋出路 只怕也是自身难保了 自打出了山海关 我满贵从没打过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仗 且官职一将再将 为何 山海关的孙哥老信不过我 京师的魏公公更是信不过我 我在这种局势里谋个周全 必须要靠自己一刀一枪地拼出来 只有这场仗打赢了 让孙哥老看重 魏公公移重 咱们才有立足之地 陈明 二弟 你怎么来了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千蝇来报 满贵带着三千人马出了城 现在都没回来 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现在才来报 快 去千蝇 见过袁将军 你们前营的满贵将军呢 早上带兵出去拉链 还没回来 还敢胡说 袁大人恕罪 你们满贵将军到底去哪儿了 写上证 把他砍了 袁将军饶命 三天前流民来报 正好到了前营 说住在一线天的黄太极 兵不过三百 满贵将军未来得及寝室 便带了三千兵前去 满贵将军还说 还说 还说什么 若是袁将军问起 不必顺便缘由 等大军凯旋之时 他自会去将军那里领罪的 将军 前方地势越来越险要 离黄太极的驻地也越来越近 万一被黄太极发现 可就糟了 大军白天穿行此种地势 是兵家大极 可我偏偏就是要逆之而行 师父待我 这道关咱们过也得过 不过也得过 生死由命吧 这下 这下 这 Dios 你 你 小心 防护将军 将军 快保护将军 将军 护将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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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满贵将军 快上马 什么事啊 高兴成这样 去去去 都下去 都下去 咱家等了好几个月 终于等到让他孙老儿毕命的机会 你看看 乱不乱还得人来办 人不是不出错 那得逼急了才能出错 这三年前宝举满贵 以为是一桩赔钱的买卖 可谁想到啊 其货可居 代价而沽 这事怎么又扯到满贵头上了呢 你看啊 这满贵三年不做事 闹了半天 人家是等着关键的时候 孝敬咱俩呢 白白带着三千人马 跑到那个一线天去打什么黄太极 结果呢 孙兵折将两千多 嘿 这么好的事你上哪找去 啊 嘿 碗贵孙兵 那跟孙老儿有什么关系啊 嘿 大大的有关系啊 程秀孩现在正组织严官 谈何他孙老儿呢 参谈 用人不当 孙兵折将 你现在整个辽东危急啊 哎 现在 锦州 宁远 山海关 包括京师 全都危疑 皇上 辽东惊略 孙承宗用人不当 这时辽东行事危疑 山海关危疑 锦州危疑 宁远危疑 京师危疑 将这祸国殃民的大奸大鳄 拉到太子口给他斩了 是 不是我说你 你这叫异想天开 皇上一直甚为器主孙老儿 就凭你们几个宦官的胡言乱语 他就能把孙老儿的头给斩了 也太白日做梦了 皇上的脾气 咱家还是知道的 只要 把损失的人马术说得多点 把辽东的行事说得再乱一点 再加上 玉士台那些孝子贤孙 三寸不烂之蛇 哼 我就不信弄不死他个小小的孙承宗 既然你对皇上的秉性如此明晰 有一点你应该清楚 那就是皇上代孙老儿如父如母 呵护有家 无论你们说多少孙老儿的坏话 传到皇上耳朵里 都当成是废话 哎呀 我倒是有一侧 不知可用否 可说 皇上历来以孝治国 你何不给他来一个以孝治人呢 四贝勒 停车先进 恭喜四贝勒 贺喜四贝勒 一线天大节的消息 已到大汗军长 大汗便令小的前来传话 傅韩说什么 大汗口语 好 好 好 驾 傅韩的三个好字 何喜之有啊 先生 好在一线天大节 好在龙心大悦 好在后继有人 哈哈哈哈哈哈 驾 驾 请皇上 致孙大人失察兵败之罪 杨爱亲死了 就没人能治得了你们了是吧 杨练祸国殃民 死有余辜 前世不忘 后世之失 望皇上明察 望圣上明察 你们 你们这是要逼向忘恩负义 做骑士灭祖的昏君不成 来人哪 把这帮短舌头都给这拉出去 杀了 来人哪 来人哪 常臣 皇上 这自古以来 言官不可杀 这是为君之道 也是为臣之道 这孙大人在辽东 折了两万兵马 这罪魂不可谓不大呀 皇上以孝治国 若真是治了孙大人的罪 难免伤心哪 那 依常臣的意思呢 这孙大人古兮之年 还为我大明戍鞭 这已经就是皇上的大不孝 依老奴看不如趁此机会 把孙大人请回来 在京城让他安居养老 这样一来 皇上的孝心也有了 这众臣的心也都安了 岂不为美呀 就依你的意思办吧 是 谢皇上隆恩 他满贵 带兵打了败仗 与阁老何干 该滚蛋的没走 不该走的却被罢了官 这是什么世道 什么朝廷 你住口 违将者如此冲动 本阁如何敢把撩东交给你们 本阁如何安息回京啊 是不 祖大将军说得没错 您就是待人受罪 无罪 无罪盟冤 该罚的都不罚 不该罚的都罚了 别说是一个是不 就算是一百个一千个 也守不住锦州 守不住山海关 你也给我闭嘴 启禀经略孙大人 满贵将军在门外贵地求见 满贵他还有脸来 老子就屁了他